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地球停转之日 海伦本森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太空微生物学博士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他 克敬职守的教书育员 他完成了忙碌一整天的教学 准备回家好好照顾一下自己的妓子 Yagwood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被几个神秘人和警察带走 跟他一块被带走的 还有业界内无数顶尖的科学家 原来就在刚刚 NASA在探测外太空时 发现有一不明发光物体正在飞速接近地球 一个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物体降临在曼哈顿上空 尽管人们想方设法想要拦住这个不明物体 但都无济于事 没有办法的政府只能找来相关领域的专家 希望他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座的专家们都明白 只要这个物体与地球相撞 人类就会灭亡 就在球体马上要和地球相撞的时候 它的速度减慢了 最终它降落在了纽约公园的正中央 面对这样一个不明物体 科学家们都紧绷神经 只见一个外星人和一个巨型机器人 从球体里缓缓走了出来 科学家们和警察将其团团围住 就在海伦决定上前与外星人友好握手的时候 后面的警察强制走火 击中了外星人 巨型机器人瞬间开始了战斗模式 分分钟打掉了警察手中的武器 正在机器人准备对人们展开杀戒的时候 外星人及时的制止了他 为了搞清楚外星人的来历 政府召集了精英医生给外星人医治 准备救治之后好好审问一番 随着手术的进行 医生惊讶地发现 外星人好像有两层皮肤 剖开外面的透明体后 里面显露的是一个完整的人形 经过一段时间康复 外星人逐渐恢复了过来 这使人们惊讶地发现 外星人可以和人类正常交流 他还有一个阳气的名字 克拉图 文生赶来的部长想要了解这个外星人 谁知外星人十分高冷 一点都不肯透露此行的目的 只表示地球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 他要见到全部领袖 才愿意表达自己的目的 对于这样的恢复 部长并不领情 决定给外星人注射镇静剂 来强行审问 好在善良的海伦在关键时刻 把镇静剂换成生理盐水 就这样 在海伦的帮助下 克拉图成功逃脱 但是好景不长 身体还未完全恢复的外星人 此时出现了流血出汗的状况 无奈之下只能求助海伦 让其帮助自己去见其他潜伏在地球的同伴 克拉图从同伴那里得知 人类是一个具有毁灭性又不肯改变的生物 所以他们决定启动灭亡地球的程序 程序启动的时候 地球上各种事物都被一道光束笼罩起来 带他们离开 可怕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受到命令的巨型机器人 同时复制出无数具有很强杀伤力的虫子 他们不仅可以杀死人类 还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 在地球将要毁于一旦的时候 部长决定让海伦去劝阻克拉图 此时的雅各部把外星人带到 已经死去的父亲的墓前 希望这个超人可以让自己的父亲活过来 外星人明白 自己虽然拥有超能力 但并不是所有事物都能信手拈来 这时他决定暂停毁灭地球程序 海伦带着外星人来到纽约公园的光球前 外星人停止了他那个毁灭地球的程序 就当人类认为美好生活即将恢复的时候 外星人给人类留下了一个教训 所有的用电设备和机器变为一滩废铁 人类再次回到了那个冰冷的石器时代 所以保护地球 关爱生命 我们看见 现在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这个